第一次水下来就是咱们主公路上面上水就是达到一米左右吧 夜里边当时洪峰下来的是七头水 下来的特别急特别快 十度村40%左右就是房屋进水都达一米以上 像地势相对来说低的都能达到两米以上 好多房屋都是从窗户进去的水 我身后就是受灾的现场 当时这片地势比较低 提前在洪水没有下来之前 第一批转移的就是他们 然后预警升级之后然后转移到其他大部分的群众 当时洪水下来之后啊水量特别大 原来这块啊 这个房子前边这儿还有三栋房 这个房子前边还有一栋房 这个房这上边这儿还有两栋房 乃至于下边外边这儿整个这一排 这十几户全都没有了 当时没带您啊 过来之后啊 那里你看就成那样了 屋里根里你基本上自己 行都收拾出来了 就是上个家具 衣服 对啊 全都扔了 据我们初步统计 我们紧急转移了群众有四千余人 民房倒塌了一百四十五间 过水一千九百五十余间 全镇二十一个村一万一千余名群众受灾 目前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是老百姓自救清理这个屋前房后的淤泥 然后村委会把主要干到的淤泥进行清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解决我们村里边的 湿水难的问题 驱水务局以及上级单位 紧急就是说是给咱们派过来的临时管线的 就是保证居民运水的施工现场 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保证我们十多村全村冲水 现在有工店部门了 通讯部门了 现在还有那个军人在逐渐的从下到上抢灾呢 大部分工店恢复了 只不过是过水的 因为这个安全隐患存在没有恢复工店 通讯的话现在联通的信号基本上全村覆盖了 现在咱们的水还有饮食类的政府筹备的相当积极 能及时到位 各安置点 包括咱们现在没有检验之点的百姓 基本上能达到满足 十多的这个蜘蛛产业是旅游 我镇呢 90%左右的这个群众都是依托旅游来发展的 这次呢我们的旅游业遭受震犯 朝阳区是我们的一个军队报复的区 我们已经签订了庞价的协议 我们会那个紧急的对接 同时呢我们也要发动资深的那个力量挥复重点 本着一年基本挥复 三年全面提升 长远可秩序发展的过路目标 着力解决群众最积蓄最关键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